近日,一名资深于记爆料,鼓励那扎因为前男友视频事件,丢了一个在谈的亲舍代言。 同时,该于记还指出这件事是有人故意买通前男友和鼓励那扎。 而鼓励那扎对此也十分气恼。 据悉,有网友爆出一段视频,视频中那扎与一名男性在一起,关系亲密。 11月14日,那扎撒娇视频男主发文回应风波, 视频是我发的,四年前发的,现在还能被挖出来,自媒体们,你们真的可以。 15日,那扎方发布律师声明,表示将依法追责网络暴力。 15日,鼓励那扎的姐姐也在微博发文, 一怒是妹妹前男友称,作为一个人,用卑鄙的手段,想给别人的伤口上撒盐, 让别人掉眼泪,受伤,想用这种手段逼死那个人,你就满意了吗? 自2012年出演《轩缘剑》中的余香雪衣角走红后,鼓励那扎人气暴涨。 不过在娱乐圈向来是人红是非多,那扎走红之后, 他的各种情史以及昔日语男友的恩爱照也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。